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联赛啊,应该说在目前的话,整个中国体坛所有的焦点都是放在冬奥会这边啊,不过CBA的联赛也是非常引人关注的 那么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整个世域赛的严惩往后推了,所以说啊,这个CBA联赛将大概率的将会提前 此前已经说是要提前到3月1号开始第三阶段的常规赛,而这个日期很有可能会继续往前,到2月底这个比赛就有可能会重新开启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广东佛山已经锁定了一个赛区的名额,但是原本被传到沸沸扬扬的沈阳赛区,目前依然并没有得到CBA的一个正式确认 究竟沈阳能不能举办CBA第三阶段的常规赛,到现在来看还是一个未知数 其实在第二阶段比赛结束之后,这个事情原本是板上钉钉的 我们看到辽宁南岚的主教练杨明,也是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场比赛打完之后啊 高调的宣布,欢迎大家来沈阳做客啊,这意思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在那个时候可能啊,所有人都认为沈阳将确定会承办这个CBA的常规赛 而且在这个第二阶段比赛还没打完的时候,沈阳已经是派人到长春那边去取经学习 看看怎么样能够举办一个比较不错的CBA常规赛 但是为什么这个消息到目前为止迟迟没有宣布呢 其实还是目前辽宁这边反弹的疫情让CBA公司有了一些矛盾 或者说是有可能想要撤销沈阳赛区的想法 而就在近日啊,昨天那么沈阳这边啊,整个辽宁这边的疫情再次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故 那么葫芦岛这边呢,是发现了79例本土确诊的病例 其中沈阳也有一例,那总继于昨天就有80例的确诊病例 这个对于沈阳去继续承办CBA第三阶段常规赛的比赛将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整个2022年中国这边的疫情 尤其是体育界的疫情防控方面的形势是非常非常严峻的 我们知道这个三月份到五月份很有可能这个成都士兵赛团体赛将会展开 随后还有九月份的一个押运会的比赛 这些比赛都将会让我们吸纳非常大量的外国友人进入到我们一个中国的内地 我们的疫情防控的确是非常的严格 那么虽然CBA常规赛第三阶段的开始时间 冬奥会已经是结束了 但是冬残奥会还将在北京继续举行 那么辽宁距离北京的距离也是非常近的 如果说辽宁的疫情控制不住的话 不排除CBA公司将会取消沈阳第三阶段举办权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这个对于辽宁男人来说将会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损失吧 为什么说大呢 我们说辽宁的球迷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 也被称为CBA的最佳第六人 相信他们会在第三阶段能够在主场看到自己球队比赛表现的话 会给予球队以主场办的这种待遇 那能够让辽宁队在第三阶段打出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 因为就目前来看的话 CBA几乎还没有确定是不是会有主客场的一个形式的参加 假如说能够恢复到主客场的话 那辽宁队就非常有必要去争取一下这个CBA常规赛阶段排名第一的位置的 毕竟在CBA球队当中主场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而辽宁队目前与上海和广沙队的差距并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说第三阶段依然有掉下来第一的可能性 如果说有沈阳主场的加持 那么他们相对会比较稳一点 那之所以说小呢 说实话辽宁是一只以争冠为目标的球队 那真的说主场优势的话 对于他们的影响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大 那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辽宁队手握而且还有这个排名第一的主动权 所以说即便是调到其他的赛区 以辽宁队目前现有的实力来看的话 他们也有能力去保住这个第一 不过所耗费的体能和这种精力 肯定会比在沈阳赛区要更大 所以说这个对于辽宁拿来说 绝对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 而对于沈阳这一座篮球氛围非常浓厚的城市 如果不能够去承办CBA的比赛来看的话 对于CBA来说 对于辽宁来说 也将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损失 当然了目前这个事情都没有能够盖棺定论 希望辽宁这边能够赶紧把疫情控制下去 毕竟从目前的消息来看的话 其实CBA公司还是非常希望将这个 第三阶段的常规赛放到沈阳去举行的 只要说是疫情能够控制住 这个事情应该问题不大 自己的一段时间也在 hung越受到这一场 在 les产佐上就省了 明天按照 再继续 5分钟 1个月 1个月